妈的 这后面没发挥好 前面我一路领先的 我真的妈的 打越打越气 真的是越打越气 这比咋想的 还想着打主力的 哇塞 这比咋想的 说到霸王的这个三问 应该说水平是相当的高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打叶峰打不了 跟叶峰大概55开 或者有可能要64开 叶峰6 他最多就是4 不应该 霸王毕竟也拿过三问冠军的 但是叶峰的话 打三问如果罚赠赛 他基本上都是一轮游 可能就是被天克吧 看这一局 这一局的话 其实霸王随机到的 这个阻力很好 两个五强加一个小五强 这怎么打都闭眼 闭眼打都赢了 你看这波还抓到了 还卡着角落 站一之后还抓到了 还中拳必杀了 无敌波有没有 好像慢了 慢了慢了 好 西里刚到近角落 霸王也是输得很憋屈 本来前面还赢的 你看现在抢15的 已经来到了一个9比11了 直接刚死 像这种局面怎么打都赢啊 是不是 但是往往就会打脸来得很快 还看这一局 夜风这把呢是一个king 这波可惜了 抓到了 但是抓了一个普通头 如果是抓到这个消风的话 中拳 然后必杀 就没有后面的 后面了 好一臂过来 距离不够啊 抓不到 被跳开了 落地好 战必抓 然后轨不过来 这不是很轻松 你看 属性在那里呢 为这个下低 反击的正好 这一把有一点点轻率了 直接升龙 对手后撤了 没办法 有时候人一旦空血的话 他还是会有一点急的 好 逐个跳机 打中 刚啊刚啊 还是喜欢不刚进角落的嘛 踹一脚 CD放倒 刷波 重新拉开距离 下西平 哇这套伤啊 还能AB 还由下B之后没有确认 连续的压压压好烦哦 再次看到 机会 哎哎哎哎 哎呀 这波猜就猜呗 还要飞哈 早就被踹了一脚 感觉 估计这把 连千贺都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黄丸也很强啊 黄丸也是霸王的主力嘛 对不对 你气 能怨谁啊 只能跟自己 记不如人了啊 该说不说啊 King的拳脚是真的强啊 判定太厉害了呀 别别打晕了 刚 嗯 然后板摇腿 嗯 再踢 嗯 踹死啊 关注羞羞 不易走丢 走 走